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介绍的是曾焕轩选手 焕轩你好 小云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三位选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其实他们都是曾经代表台湾在国际性的花式篮球比赛 有非常非常优异的演出 同时也得到不错的名次 而至于陈永胜 永胜已经是教练级教父级的人物了 在台湾的花式篮球界里面 另外呢蔡成展他是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的BorrowTie公开赛 花式篮球公开赛是拿到了冠军的选手 另外呢曾焕轩则是亚军第二名的选手 不过这边先来请永胜来聊聊 我们知道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有球魁这个封号 怎么会有这个风号代表什么意义 球魁其实主要是以前有部偶像剧叫《篮球火》 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球魁 然后我就会饰演那个角色的替身 以及这部片的技术指导这样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学生就叫我球魁老师 球魁教练这样子 这个风号就像那个花魁一样 是超厉害 顶级的 两位也是这个好朋友啦 你们觉得球魁这个风号他适合吗 很适合啊 非常适合 真的吗 你们也是 很酷的名字 然后他们也是 你们也觉得他名副其实 名副其实 不过呢在这个 你们认识多久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成长的话应该从他国中的时候 差不多嘛 差不多是国中的时候 差不多啊 对 国中的时候就认识到现在 是哦 对 然后像阿勋 就是郑焕轩逊选手是大概 一年前 对 一年前的时候认识了这样 对对对对 是哦 因为这个 永胜算是 今年是30岁了啦 那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 而且在很多大大小小的表演场合都 获邀去参与表演 那至于呢这个 成长也才20岁而已 对啊 那这个 焕轩是35岁了 是 35岁是亚军输给20岁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接触花式範团球一年的时间 哦 只有一年而已就是可以拿 之前 之前就都只有大 是哦 哇 就一年就可以拿到第二名 真的相当不容易 不过这边真的要请永萱特别来谈一下 他们除了 参加比赛之外 他们现在还办了一个 哇真的 阵容非常的浩大 而且受到很多人关注的 花式篮球公开赛叫做 Bowler Time 这个比赛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 其实Bowler Time 它是从2014年开始成立的 然后Bowler Time 主要的宗旨就是提供 台湾的选手有一个 比赛的舞台 以及一个练习的舞台 然后再来是就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培育更多 台湾的选手 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这样子 对 所以它叫Bowler Time 那Bowler Time的原因 其实它就是 我们花式篮球选手啊 就叫Bowler 然后可能在台湾 比较少人 应该说大部分人 还不了解什么叫花式篮球 所以会常常误导我们 所以Bowler Time就指说 我把这些属于选手的时间 全都聚集在一起 这舞台 只有你 只有我们的 而且每个人都是英雄 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哇 所以是2014年 所以今年2016年 已经办到第三届了 哇 这个能够办到第三届的比赛 因为我展愿也播过很多的 比赛了 你看第一届也许大家觉得 哇 很新鲜 然后第二届 勉强到第二届 能够办到第三届的比赛 真的是由衷的佩服 对 继续的延续下去 不过最早一开始 2014年 当初怎么会想要办这个比赛 那个发想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主要 因为我2011年的时候 我有到日本去比赛 然后那一年 其实我是 其实蛮有趣的 我完全英文不OK 英文跟日文都不OK 然后我就自己飞到日本去看 然后因为我很想要把 花式篮球这样的文化 很酷的文化带到台湾 可是我后来发现说 好像如果只靠教学跟表演的话 可能不够力 或太慢了 没有效率 那我倒不如把整个文化 整个比赛 整个赛事到台湾来 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 好我决定了 一定要不管怎样 就要创造一个舞台出来 然后跟日本的选手 跟国际上的选手 做一个 衔接的动作 这样子 嗯嗯 不过这边也跟大家 这个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BOLER 就是BALL 就是球嘛 对大家都知道 BALL 再加上ER 这个BOLER这个名称是特别 就是跟花式篮球有关联性的 它应该是算是 国际上讲BOLER的话 就是说球类艺术家 所以像是花式篮球 以及花式足球 的话我们的这些选手 这些运动员都叫BOLER 这样子 对对对 是 这个看我们节目也长一下知识了 有没有 就是花式球类的艺术家 就叫BOLER 那其实呢在这个BOLER 这个比赛办到第三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参加的人数呢 我说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 嗯 我记得每一处的话 第一届差不多30几个人 然后第二届到50个人 然后到这一届 可能差不多有七八十个选手 这样子 对它是持续的增加 而且你会发现说 选手除了越来越多人参与之外 本身的数值 它的水准 也一直在突破当中 我觉得这点是我觉得非常 很欣慰一件 很开心 对超开心的 真的喔 对对对对 从30个人 可能那整个 早上这个妈妈跳土峰舞 就超过30个人 然后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 一起来加入 包括连国外的选手都加入 对 冠军团一下咯 参加这个比赛自己的感想 就冲到冠军 我一开始我就 其实很喜欢花自然球 然后每天就练习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舞台 然后有了这个舞台 就会让我更想要赢 然后就不断的练习 去突破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你是第一届 30个人其中之一吗 你第一届有参加吗 有 第一届有参加 他DJ有参加 烂的夸张 也没有啊 就是尝试 是哦 第一届 就是第一次参与 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就对了 30个人当中 你觉得 表现不如预期 因为 我出的招式全部都掉 那时候 因为我一心只想要出大招 然后一直狂掉 之后我就有改策略 然后就越来越好 就很平稳的 对对对 就可以 那这个 幻勋呢 我就是因为透过Botter Time的关系 才认识台湾有 华士团圈这个舞台 然后就开始练习 其实也蛮感谢Botter Time这个舞台 然后就求可以创办这个Botter Time 让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更有动力 是 所以你第一届的时候就有 他们班第一届的时候 你就有观察 怎么有这个比赛 那还蛮酷的 对 第一届还不太清楚 第二届我有去现场看 哦 去当观众 对 然后他有 那时候第二届有邀请日本的选手 那平常在网路看到的画面 就猴身身在我眼前 很震撼 对 然后就 就非常确定 我就是要这个玩画式篮球 漂亮啦 结果你第一次参赛就拿到第二名了 也不算第一次比赛 大概在Botter Time之前 我有跟球魁去九州 然后自己再去竞刚 去跟日本的选手做交流 真的很有心 对 不过能够在台湾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真的很不容易 那台湾有其他类似的花式篮球比赛吗 如果像是今年的话 以往前两年多只有Botter Time 然后今年的话 像南山高中他有办一个校园交流赛 然后以及Botter Time 这边有特别在办一个新人挑战赛 就是Botter Time有晋级的选手都不能参加 然后给一个新的选手他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另外还有像高雄他们有一个比赛 然后以及Botter Time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呢这个Botter Time在台湾办到第三届了 我再次强调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邀请到国外的选手来参加 那永生可不可以来谈一下邀请国外选手 就是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比赛的困难度 困难点在哪里 一就是主要Botter Time本身的内容 他的比赛强度要够吸引人 才有办法让国际选手他愿意 字号要不要来这边参加比赛 第二个就是可能像是接待这一块 因为我们像邱葵老师本身 而且我语言就没有说很好这样子 所以我特别需要翻译的人员来帮忙 再来就是 加上我们平常常去日本做交流 所以可以到日本的国际赛 去认识说 其他选手跟大家介绍Botter Time 你可以来Botter Time很酷 然后你可以从YouTube上看我们的影片 以及我们实际上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从网络上跟我们做街巷 到最后像去年没记错的话 应该有 去年算是有美国选手来 然后日本有差不多八位选手来到台湾 我觉得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然后今年又有波兰选手来 波兰 对 就变成是很多国家的选手 他会自己慕名而来来参加这Botter Time 然后我就觉得超级开心的 对 对 不过讲到这个 刚刚这个永生人讲说莫名而来 我当然还在问一点实际的问题 他有奖金吗 我们波兰其实没有奖金 但是有提供礼券跟一些商品 这样子 对没有任何费用 不过其实有国外选手来 而且在现场 这个就是 你们有没有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 学到 学习到什么东西 学到个几招 阿勋呢 像这一次的裁判 是日本的两次冠军 那 从影片看是觉得 就是他练习的态度 非常令人敬佩 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很努力了 然后我看到他我就觉得 我好懒惰 对对对 那就从原来人家为什么可以拿冠军 就是这样子练出来 是 其实说到阿勋呢 他虽然他玩一年的时间 就拿到亚军第二名 但是呢 他是我在台湾啊 见过 应该算是唯一 一位就是他可能 平常白天要上班 就每天晚上报到 每天练习 从不缺席 他就为了想变强 一直练练练练 这一点我觉得是 非常让他敬佩一件事情 他可以 把他时间分配到这么刚好 而且他又不会去觉得下雨天 或者是今天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怎样子 而去松懈任何练习 我觉得真的 坚持道极 我觉得很佩服他这样子 是 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呢 我们要请观众朋友 也先休息一下啰 待会广告后来之后 再跟大家多聊一下 华氏篮球